今天我们终极一班来了一位新同学 这位新同学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苏小 KOR 就是那个一周能打15场的那个 这位新同学看起来有些不太好相处 新同学是来找茬的吗 我只是来看看八大高校之上 最强的八大高中有个不同而已 老师 我可以选位置了吗 可以 新来的 先说好了 这间教室你可以坐任何位置 唯独那个沙发不能坐 说实话 以我KOR的实力 你们终极一班老大的位置 我轻而易举就能坐上去 用不着你在这里积歪 叮咚 完成成就 加入终极一班 获得系统战力指数2000点 还有两个成就可以完成 不知道汪大东什么时候来 好了 这节课大家自习 苏同学 现在是自习时间 你要去哪里 上厕所 只是上厕所吗 希望新同学第一天不要敲课就好 没错 我是位学生会长 一定不会允许某些同学上课第一天就敲课 看来会长和这位同学都不相信我这个心来的 要不然会长你跟我一起去厕所 监督一下我 谁想跟你一起 一点都不优远 刚刚刚明显是从终极一班出来的 所以对方应该就是新孔雀 红龙 把那件东西交出来 什么东西 别浪费时间了 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你 如果你执迷不悟 杀了你之后 我们自然会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你试试 这件事情不关你事 赶紧滚开 你先躲开 一万四千点的战力指数 你是KO1 既然如此 你也没必要存活 有点意思了 原来还隐藏了战力指数 难怪这么嚣张 原本以为这次的猎物只有红龙 没想到还会有你这么一个有趣的猎物 有意思 看你这服装扮 你应该是来自巴勒高中终极一班的 但是希望你后面还会是这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段常人 他们是什么人 这三个人能力有点诡异 看来这个金时空和自己印象中的不一样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 我肯定已经被抓走了 没想到两个半月时间不见 你现在都已经到了KO1了 真厉害 他们是谁 那几个杀手来自慕时空 是一个叫天国的杀手组织派遣过来的 这个组织 名字倒是很期盼的 能够混迹十二时空的杀手都很恐怖 尤其是那个天国 他可不是简单的杀手组织 而是一个大型拥兵团 既然如此 你觉得刀锋组织强 还是天国组织强 我见过刀锋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天国组织的头领 所以不好评价 那些杀手为什么招你麻烦 因为一件兵器 你应该听过十年前的核包弹大战法 传闻这件兵器比石中箭更加凶残 据说这柄凶器可斩灭世界 那些杀手就是冲着这个兵器来的 看他 终极一般 我汪大东又回来了 苏同学 你昨天旷课了 我会如实告知假校长 终极一般的都给老子滚出来 我们老大要挑战Tim 让那个什么Tim滚出来 原来这家伙正在装睡 竟敢耍本学生会长 老大 我们都在这里好了半天了 怎么没有人出来 他们是不是看不及你 你懂什么 他们只是怕我 因为怕我 所以不敢出来 你确定他们怕呢 你是哪个抽虫 本大爷的事情你也管 确实 顶着一个爆炸头 你确实是一个大爷 不是要挑战终极一般吗 那你就快动手吧 老大 他在朽如你 谁位大叔是谁 同学 我哪里看起来像大叔了 我可是高中生 同学 你哪里看起来都不像高中生 你看起来年龄比我还大 啊 我受不了了 是Helvation 小心 很危险 快逃 他的战力指数破万点了 我们不是对手 想走 现在晚了 好 求求快逃 求求同学 你没受伤吧 谢谢你了 苏同学 我没受伤 看来刚刚的那伤 好了 是吧 你要不要我好好再帮你回忆回忆 我不知道你也是终极一般的 我以后再也不找终极一般的麻烦了 记住了 终极一般我照的 要是以后再敢过来找麻烦 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回到终极一般以后 花灵蒙他们看苏小的眼神就已经变了 已经苏小刚刚出手帮忙 还救了求求 苏同学 你刚刚太帅了 我决定以后除了King以外 你就是宝三第二个崇拜的人 走开 一次 宝三 真的让人这么讨厌吗 这家伙还真是贱能力 感情这种事情相当奇妙 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你 花少爷 你在说什么 什么感情 你这种留级生是不会懂的 吃你的火锅去 画好看的 谁画你了 另外一边 雷婷接到了花灵蒙的电话 便急匆匆赶回了学校 同学快让开 如果 我还有机会一生 我让你这样的答案 看你对我感觉是一样 难道是幻觉 刚刚明明有人跟我说话 我亲爱的King King 你刚刚不在 人家好怕怕 幸好有新同学在 不然人家就没有机会 见到你了 听宝散 能不能把你手拿开 这就是新同学吧 多谢你刚刚出手 既然来了中级一班 都是同学 可别着急谢我 睡觉祸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新同学来了 中级一班的同学 大家好啊 我是新来的同学 汪大东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新同学来了 中级一班的同学 大家好啊 我是新来的同学 汪大东 东哥 好久不见 东哥 你又变帅了 有吗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这人也太自恋了 东哥 你不知道 人家好想你 好了 好了 我也挺想你的 你让开心 不要吗 不要吗 东哥 人家还想抱一会儿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受内伤了 Sorry 金宝三还是这样 一直没变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大东 你先随便找一个座位 下面我宣布一下课程安排 田兴老师也没有变 还是这么漂亮 我最喜欢田兴老师的课 哪有那么夸张 我最近与伟文都多了好几道 不过你们都是优秀的学生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以帮助我 田兴老师 我一定会用功学习 你好 我们以后算是同桌了 你好 我叫汪大东 并楼 完成主线成就 节时 汪大东 获得战力指数 三千点 苏同桌 你怎么在这里 趁现在跟你说个好消息 暑机到来美妆护服该换新了 去哪个平台买大牌美妆套装 才更便宜 想买的省心又省钱 被上市货APP 替你查全网正品优惠底价 欧莱雅 函数等大牌等 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你看这套当前查到底价渠道 才三折不到一百块 趁没涨价赶紧入手 平台还送你专属补贴 比店铺底价到手还能更便宜 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 严格制解筛选 表示安心够的 还提供假衣赔三 和七天无理由服务 冲就完了 评论区新人送福利 汪大东小朋友 你们认识 也是 你们现在都是巴拉高中 终极一般的学生 段长人 你昨天被袭击以后 应该没有再遇见其他杀手吧 段长人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杀手追杀呢 没事 苏小小朋友已经帮忙赶走了 苏小同学 谢谢救了段长人 我跟段长人是朋友 既然遇见了 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好了 小伙子们 今日就试试段长人 勃勃新菜系吧 尝尝看 味道如何 这是什么面 苏小朋友 你怎么不吃 段长人 你确定这真的能吃 当然能吃 而且还很美味 你要是不敢吃 就放弃吧 这碗面可不简单 不是有牛肥火锅吗 这就是无敌洋扁面 你怎么不早说 我吃完了你才说 你不再需要我 你无头 踏破地动 天摇 如一般扫描 银枪中 其目标 段长人 看来那个什么杀手 又找上你了 对方既然敢来 说明一切准备妥当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敌人在来 我们在明 也不变应万变 毕竟他们需要一个活着的你 不然那天 我们肯定来不急救你 等一下 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站在原地不动 当然 如果你能现在摇人过来 也可以 班旧兵 你早说啊 段长人阵 素来 你给谁发的语音 当然是能联系到的人 不会是丁小雨 和王亚瑟他们吧 素同学 你脑子就是好 他们多久能来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来 但是我知道 你们肯定不能坚持到他们了 谁 有能耐 就给我滚出来 汪大东战力指数 起码破了两万点 果然终极援助魂设定 按照汪大东的天赋 援助十年 怎么可能只修炼出 那么一点战力指数 看来这个世界的汪大东很强 绝对不值两万点战力指数 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天国组织 是组合里面的A级杀手 今晚过后 你们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 来人很嚣张 明明是一个杀手 却这么光明正大地走出来 完全没有把我汪大东放在眼里 汪大东千万不要中计 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断肠人 我们不能离开断肠人半步 否则他们就会轻而易举 抓住断肠人 不愧是我看上的猎物 居然猜到了我的用意 聪明 真聪明 不过你们注定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苏小 快躲开 喂 金时空 焰火神军的分身 跟我对战可不能分心啊 沙士比亚说 人世间最遥远的距离 并非是天涯海角 而是你站在山顶 仰望星辰时 我坐在月亮上凝视着 自恋狂 每次出场都一样 能不能下次换一个罗密宴 自大狂 这次可是我救了你 得了吧 就他那点战力指数 你觉得他能伤得了我 雷克斯 亚瑟王 怎么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丁小宇和天红光呢 小宇他们去铁世空 执行九五盟主的任务了 一直没有回来 想来应该快回来了 姓苏的家伙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的 搞了半天还是要打 我还以为不需要活动 你们是谁 你们为什么要抓断常人 我要是偏偏不说的 不说 你怕是走不了了 雷克斯 战力指数标那么低 待会儿让他们跑了 你得请吃一个月的饭 怎么办 我们打不过 不愧是击败了黑龙天魔合一的终极一般 你们让我很惊讶 不过今天我可不想就这么跟你们结束这一场游戏 前面的剧情有把你们看兴奋吗 再告诉你们一个能省钱的消息 更兴奋一下 马上就到暑期了 趁机想买防晒的得先上10货APP替你查卷网正品优惠底价 密斯廷 欧莱雅 安耐晒等实施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你看当前爆款查到底价渠道才三折器不到30块 趁大跌赶紧入手 平台还送你专属补贴 比店铺底价到手还能更便宜 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致检筛选 标示安心购的还提供假一赔三和七天无理由服务 冲就完了 评论区新人送福利 那我马上去试试 段常人你究竟招惹了什么敌人 竟然派遣出如此多的杀手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待会儿慢慢解释 现在那个疯女人出来了 看刚刚大股能量 他可能还得了敌阿波罗魔尊的力量 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就这么结束 这事情先不着急 打东不先为我们介绍介绍吗 这么年轻就能拥有一万九的战力指数 你这个史上最像高中生的称号 可能就要没了 这位是我新同学 叫做苏小 这边两位分别是雷克斯和王亚瑟 都是我十年前的同学 你们好 你是大东的朋友 那也是我们的朋友 完成主线成就 结实王亚瑟 获得战力指数 两千点 完成隐藏成就 结实雷克斯 获得战力指数 二千点 你不再需要我 苏小你这么年轻就一万九的战力指数了 怎么练的 这样逆天的天赋 可比天红光还要离谱 别问这些了 我们还是问问段长仁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原来如此 那个女人的真正身份 我不清楚 但是我曾经见过她 实力极强 段长仁 那件兵器 到底是什么 竟然比我的十中箭 还强 我不记得了 真的忘记了 段长仁 你该不会提前进了更年七十呆吧 去去去 那叫老年痴呆 而且我也没有老年痴呆 我很健康 看来得找个医院了 这次我们情报有误 不知汪大东回了金时空 王亚瑟和雷克斯也回来了 还有一个叫苏小的臭小子 所以我们失败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们很快就会拿到那件兵器 这跟我没有关系 你们已经失败三次了 我不需要废物 你们懂吗 那件兵器到底是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还有 我不需要过程 我只需要看见最终结果 明白吗 属下明白 越来越有意思了 会长大人一早上的脸色 似乎不是很好 要不要跟我这个同学分享一下 要你管 我猜你一定是为打工的事情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情可以瞒过我 吹牛 呦呦呦 新同学不会是想炮我们学生会的会长吧 大家以后都是同学 不要这么生疏嘛 你想做什么 无视献殷勤 准备好事情 你可是两个半月时间 从一个无名小辈来到了KOR 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像你这样厉害 我就告诉你 求求平常喜欢做什么 无聊 苏哥 你就告诉我吧 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起来了 金宝三 一大早就听见你那个大早门 你想做什么 东哥 人家想你了吗 一大早上的搂搂抱抱 很丢人的 别闹 我赶时间 东哥 难道你就这么抛弃我了吗 你是一个负心汉 这货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节操了 你说的食堂就是这儿 怎么 不好吗 你想吃什么 叫断肠人给你做 我就好了吗 断肠人 你这里有没有吃的 吃的东西还真有 租小小朋友 怎么了 没有 只是想吃别的而已 不用担心我 自从上一次断肠人 给我吃过他做的羊饼面之后 我就发誓 不会再吃他做的任何东西 你干什么 你凭什么吃掉我的面包 我刚刚没吃午饭 先吃块面包垫垫 正好要去吃饭 一起吧 就当我不小心 吃你面包的赔罪 你那是不小心嘛 明明就是故意的 那你吃不吃 吃就吃 谁怕谁 服务员 上一份你们店里的特色下午茶 这位女士需要点什么呢 今天情侣点一样的餐饰半价 我们不 那就一样的吧 麻烦了 好的 稍等片刻 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我请客 你让我少付点钱 不好吗 谁让你请客了 你平时就只吃面包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家餐厅 这个月都是情侣半价 不如我们两个搭伙吧 谁要跟你搭伙 我请客 苏同学 我们只是同学关系 请不要这样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是搭伙吃饭还是免了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 好强的战力指数 是什么人 好强的战力指数波动 这你就先交给我 你先带求求同学回去 这不是他们应付的 我知道了 拜托你了 你是什么人 你可以叫我艾斯德斯 当然 你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 以文杰就行 没听过 你来巴勒高中做什么 你是王大东吧 我在幻时空听说过你 夏天的分身 幻时空 是蒙学员所在的时空 你也是天国组织的成员 不要把我跟那些肮脏的杀手相提并论 我来你们金时空 仅仅只是为了保护那件兵器 不过你是谁 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你 幻时空 你们为了那件兵器而来 是断肠人手上的 看来并不只有牧时空的天国组织 需要断肠人手上的兵器 反正我建议断肠人早点把那件兵器交出来 否则你们金时空 根本抵挡不住其他是空异能行者的手段 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猖狂 我不管那件兵器是什么 总之 你们要是敢来金时空捣乱 我汪大东一定要让你们兜着走 勇气可嘉 要是能把成语用对 就更加不错了 我成语用的不对吗 苏小 我成语用错了吗 海尔维神的力量真的恐怖 不知道那个废物老哥知道 我干的这些事情以后会做何感想呢 哈哈 肯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吧 不过 我不介意在气急败坏之余 送你去见了吗 想要海尔维神 那就老地方见 汪大东 关于调查后卫神的事情 你有没有怀疑的首选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怀疑的人 谁能在巴勒高中做要头 你的意思是说 汪大东还不算太喘 你的意思是校长 我怎么没想到呢 假校长本来就贪财 一定就是他 我是真想说幕后黑手就是黑龙 但又不好跟汪大东解释 我都提示的这么明显了 假校长虽然爱财 但是胆子小 不可能是他 说的也是 金宝山 你在偷听什么 我看你是很久没有受内伤了 竟然偷听 东哥 我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说说 巴勒高中 谁最有可能买大力丸 这我怎么知道 这种事情 你们不是最擅长吗 不过 最有可能卖大力丸的 不就是断肠人吗 他那里稀奇古怪的东西那么多 万一真的有大力丸 也不足为奇 东哥 你不会真的怀疑断肠人吧 不是 我没有怀疑断肠人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那也就不奇怪了 你说的人是谁 黑龙 不容易啊 汪大东终于猜出黑龙了 提示这么久 我就差点把答案告诉他了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 大家可以前去观看 黑龙 在巴勒高中 卖大力丸的药 是不是你 哟哟哟 没想到被你小子认出来了 但是你发现了又如何 就凭你一个人 还能把本大爷怎么样吗 既然你承认了 今天我们必须要把事情讲清楚 就算是本大爷 你又能拿本大爷怎么样 本大爷劝你最好别管这件事 有些事情你根本也管不了 我说 汪大东 十年前你就不是本大爷对手 你觉得你现在会是本大爷对手 十年前 我输了 但是不代表我可以一直输 没想到十年不见 你的战力指数都过三万点了 那就让本大爷看看这十年 你到底有没有找进 你还以为这是十年前呢 现在的本大爷 早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黑龙了 哪怕是十年前 你也没有机会晋升本大爷 你真是一点也没有力 还是这么啰嗦 我可是史上最强高中生汪大东 我怎么可能会就这么认识 该死的欲强则强体质 不过本大爷说过 你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这次王亚兹他们不在 看你怎么赢 你不再需要我 黑龙 你居然完成了天魔盒 看来你确实比十年前更加强大 你又是谁 怎么样 没事吧 还好 只是受了一点欣赏 你就是十年前 那个终极大魔王黑龙 没错 正是本大爷 你小子有点见识 居然知道本大爷的名号 名头挺大 但是今天见到真人以后 感觉也不怎么样 混蛋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黑龙 黑龙 我黑龙 终极大魔王 拼了 完全隐藏成正 结识黑龙 战力指数破了两万点 如今本大爷战力指数 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兴俗的小子战力指数将近两万四千点 加上王大东那小鬼 要是两个人联手 本大爷说不定会吃亏 不行 不能和他们硬拼 既然如此 本大爷决定放过你 黑龙他竟然就这么跑了 不愧是黑龙 反应够快的 他为什么跑了 我不相信这家伙临阵脱逃 黑龙那么的嚣张狂妄 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害怕 而丢掉尊严 我估计 黑龙的战力指数 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才选择了暂地锋芒 他战力指数没有完全恢复 那不是说 我们现在最有机会打败他 且不说他人跑哪里去了 就凭我们两个人 也没有办法击败他 毕竟那个叶和纳拉斯提 还是真正的幕后大boss 也是目前阶段的最终大反派 叶和纳拉斯提的战力指数 可比黑龙还要强横许多倍 手中更是有低于精华液 甚至如今已经开始慢慢魔化刀锋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 我应该想办法 让汪大东早点注意到 叶和纳拉斯提的存在 这广播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时候看待事物不能光看表面 汪大东 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关键 你是说 黑龙跟这个封印帖有关 可是这个封印帖上面 除了那些诡异的文字外 根本看不懂其中的奥姆 这样怎么能够找到线索 跟黑龙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但是既然出现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解决这个封印帖的问题很简单 我们能用最快的办法解决 你有最快的办法解决 汪大东小朋友 你段常人伯伯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叫我来广播室做什么 这个封印帖你认识吗 原来如此 没想到巴勒高中这个广播室 竟然封印了一个异度空间 只是不知道广播室这里的封印 是封印的那种类型异度空间 什么是异度空间 这个不是什么虫洞吗 也能这么称呼 虫洞是属于一种异度空间 不存在于十二时空 却又属于十二时空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左下角了 大家可以前去观看 段常人 你这里怎么这么乱 好久没有收拾了 这里面都是仓库里面的废品了 你这又是搬的什么东西 你往空箱子里面放一个铁球做什么 不对啊 这东西我好像没有放过 扔掉吧 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用 这些废品实在太多 我一个人根本收拾不过来 要不是有你帮忙 这次恐怕要累死了 王达东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做什么 金刚姐姐 你怎么在这里 你抱着这么多箱子 在巴勒高中门口做什么 你看不出来我是扔东西吗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丢垃圾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穿着巴勒高中的校服 我现在重回巴勒高中了 倒是你 问那么多干什么 看清楚了 我现在可是这一片的刑警 厉害 厉害 不愧是金刚姐姐 我十年前就觉得你一定行 果然没有猜错 哼 那是当然 我蔡元寒是必将所有罪犯一网打击 好了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我也要回去了 王达东 我不管你回巴勒高中做什么 但是你最好不要让我抓到把柄 随便你 前面的剧情 有把你们看兴奋吗 再告诉你们 一个能省钱的消息 更兴奋一下 买手机智能手表的上市货 APP替你找底价 苹果华为小米等爆款单品 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当前款式已跌至长卖价七折起 平台再送专属补贴比店铺底价到手更便宜 且收录店铺经严格质检筛选 标志安心购的提供假一配三等售后保障 主打省钱又省心 搜更多好物底价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 这块铁球怎么怪怪的 还发着光 奇怪 我不是在警局吗 我怎么会突然在这里 喂 局长 我是蔡云涵 嗯 我在巴勒高中 好 我马上赶回来 神秘铁球 触碰他的人会瞬间失忆 除非碰到自己的有缘之人 传闻里面封印了十二时空的最强兵器 你不再需要我 木头踏破地洞间 要木头扫描 平常中期目标 果然 秋秋同学扎上双马尾最可爱了 两位需要点餐吗 给他点吧 我吃什么口味都可以 嗯 你干嘛 拍照啊 记录美好生活 好了 不许再拍了 该吃东西了 秋秋同学 你怎么在这里 咦 还有苏小小朋友 还真是你呀 段孝公 大晚上的你在这里找什么 我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反正我就是一定要找到他 段孝公 不然你跟我们形容一下 你想要找什么 我们一起帮你找吧 秋秋 现在太晚了 你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 我帮段长人找东西 毕竟要耽误一点时间 我得扔远一点 免得其他路过的人被绊倒 诶 奇怪诶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四大狂 你真是把垃圾全部倒在了这里面 这附近就只有这个垃圾池 我还能扔在哪里 难道已经被拾荒的阿婆捡走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真是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就不好找了 虽然不知道这几个人在垃圾池里面翻找什么东西 但是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 这群家伙有病吗 大半夜不睡觉 对着垃圾池一顿乱翻 同学们 今天又有一位新同学加入我们班 让我们来一起鼓掌欢迎 果然 这个世界即便跟原著某些设定不一样 但是人物和某些剧情上 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好了 中万军同学 你自己找一个座位吧 这家伙挺悲惨的 青梅竹马不敌情敌天将 最后更是被黑龙变成了武师 简直比豆鹅还冤 刚坐下就睡觉 这是来了一个睡魔吧 中万军 你跟我来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姓雷的小妹妹 居然主动约新同学 这真是破天荒了 铁球 我的铁球到底跑哪里去了 段长人口中的铁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值得他这样重视 但是想到段长人手中拥有那件兵器 铁球一定跟那件兵器有关系 那群家伙 昨天全部一起翻垃圾 老哥今天又开始找铁球 这是做什么 难道是什么宝贝不成 黑龙 如今广播式的通道已经暴露了 你还准备怎么跟我合作 别靠近我 你一靠近我 我就整个人就会变得虚脱无力 这种感觉让本大爷很不爽 放心 你跟我是盟友 只要你跟我继续合作 金时空迟早是我们的 你去调查那个铁球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 如果真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那肯定对我们统治金时空有很大帮助 金时空只有本大爷才有资格拥有 你这个家伙 等我掌握了那个铁球的秘密 再来收拾你 第二时空的最强兵器即将诞生 竟你来各方高手前来抢夺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的铁球必须归我所有 凭什么 况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铁球 你确定不交 我根本没有拿过什么铁球 就连那铁球长什么模样 我都没有见过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么就休怪我不客气 不管你是谁 敢伤害我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有点意思 不过一万八千点的战力指数 可是远远不足以威胁到我 王达东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 没关系 居居致命伤而已 这家伙是谁 像个疯子一样 一直在问什么铁球的下落 你最好赶紧滚蛋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前面的剧情有把你们看兴奋吗 再告诉你们一个能省钱的消息 更兴奋一下 买手机智能手表的上市货 APP替你找底价 苹果华为小米等爆款单品 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当前款式已跌至长卖价七折起 平台再送专属补贴 比店铺底价到手更便宜 且收入店铺经严格质检筛选 标志安心购的提供假一配三等售后保障 主打省钱又省心 搜更多好物底价进评论区新人送福利 王亚瑟和雷克斯他们要是跟你一起在这里 我或许还会有点畏惧 但就凭你一个人 还不足以威胁到我 来吧 标占力指数吧 如你所愿 他真的破三万点了 汪大东 我帮你 不要小瞧我了 我可是史上最强高中生汪大东 战力指数竟然破三万点了 是因为欲强则强满 真是令人作呕的体质 那你可猜错了 那是他自己的真实实力 只是因为他将这股战力指数压抑了太久 一时间没办法把全力以赴罢了 这小子明明才两万多的战力指数 为什么会有那么快的速度 汪大东 让我给你带过来了 你不能打的话 就换我吧 你们今天都必须留在这里 艾斯德斯 让开 难道你们盟学员也想插手这件事情 苍无 你们果实空队那件兵器看来是势在必得了 我倒是没想到 你会掺和这件事 你错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他 不管怎么说 他可是我女儿 乌克纳纳在这个金时空的分身 我总不可能见死不住吧 说起来我都有点佩服你了 你本是幻时空摩尊的第一大将 居然为了一个夸克族女孩 过起了十二时空逃亡的日子 苍无 你应该清楚 那件兵器显示会打破十二时空的平衡 这种平衡 不是早就被魔戒打破了吗 魔戒并不能影响到最终的平衡 这是十二时空的规则 别跟我扯什么规则 弱肉强食 试着生存 哈哈 没意思 你当我傻吗 哦 难道你是想与我为敌 这居然是明月丸石的力量 难道你当年把明月丸石交给肯德基校长的时候 就已经吸收了一部分力量 可魔尊的力量 你是怎么转化为自己的唤利指数的 这你不需要知道 你不是要打吗 那就我来当你的对手吧 傻子才和你打 铁球是不是有关于那件兵器的线索 或许我们可以合作 现如金窥见那件兵器的可不止天国组织 还有很多高手都在找那件兵器 甚至连魔戒都参与到寻找那件兵器 你们觉得你们金石空有实力独占那件兵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都在说什么 那件兵器到底是什么兵器 还有汪大东 你什么时候回金石空了 你怎么这么惊讶的样子 我们昨天不是在巴勒高中门口调迫吗 我们昨天有见过吗 你忘了 我们昨天在巴勒高 行 可以不用说了 我估计他跟断常人现在是一样的情况 都被那枚铁球影响了 希望不久之后 你们金石空还能安然无恙 我可是很有诚意的合作 看来这个铁球能让接触过的人丧失记忆 断常人由于接触最久 所以情况更为严重 太云涵被火时空高手围攻 关键时刻焕时空神秘高手出手正常 收到战况的忽颜觉罗修 快马加鞭的来到了金石空 你好 我是忽颜觉罗修 是铁石空铁克 精卫军东城卫的团长 多谢你帮忙调查 Hell Vision的事情 你好 我是苏小 冰冻 完成隐藏成就 皆是忽颜觉罗修 获得战力指数3000点 兄 你有查到铁球的来历吗 为什么 各个时空的高阶异能行者 都过来抢脱 抱歉 铁球的信息 我们没有查到 但是按照铁石空的一些隐晦记载 盟主推测 这件东西非同反响 千万不能落入坏人手中 如果现在就让金刚姐姐 这样在外面瞎晃的 他肯定会有危险 王达东 我是在打击罪犯 不是瞎晃有 你是第二个跟铁球沾边的人 很可能会被其他时空的异能行者 针对 需要小心谨慎 王亚瑟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五熊 免得他担心 我知道分寸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金刚姐姐 一起待在巴勒高中 我不会也来做学生吧 不一定非要做学生 做老师其实也可以 剧情展开到了这里 荧幕前段 你不会还是独自一人看剧吧 一个人看剧 感觉孤单 就去探探找个女朋友陪 探探上面 好多漂亮又温柔的小姐姐 脱单可快了 下次追剧害怕了 就可以抱紧女朋友了 回巴勒高中做老师吗 那倒也不错 这个也比较符合我的气质 那我就回来当 巴勒高中的老师 这样也可以 总之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进入巴勒高中 修 为什么他们回来做老师 我只能做学生 修 盟主传令 我们该回铁时空了 这个以后再说 我还有任务 在身上就不聊了 等过两天 我再过来 跟你们去看一下 广播室里面的封印帖 走得真快 已经中午了 你们饿了吗 要不然我们去吃炸猪排吧 你还是自己去吃吧 我要回去了 这几天因为铁球的事情 我都没有好好陪五熊 他都开始不满了 好了好了 我也要走 你们就自己吃吧 段常人醒了通知我们 对了 你怎么跟汪大东 一个上午都没有在学校 雷霆没有说过吗 段常人出了一点事 我们都去帮忙了 段校公出事了吗 他出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 可能最近他压力比较大 就突然晕倒了 这废物麻瓜到底怎么了 你这个废物千万不能死 你只能死在我黑龙手里 花少爷 你在做什么 外面有一个很正的妹妹找你 我来找你有点事情谈一下 五姐 我还要上课 能不能回家再谈 惨了 这家伙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现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在五姐面前是这个球样 那我花玲珑以后 还怎么在终极一般混 为什么不方便 你该不会在学校里谈恋爱了吧 同学你谁呀 怎么跑来终极一般 玲珑 不过来介绍一下吗 她是我在终极一般的同学 苏小 这是我五姐花扶龙 苏小是吧 我来找你有事 能和我出去一趟吗 五姐 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是你不要乱来呀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放心好了 我不会伤害她的 苏同学知道 我为什么请你过来吗 我想花小姐误会我了 花小姐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苏同学还真是幽默 不过我还是很欣赏你的幽默 希望你能坚持自己的观点 千万不要动摇才行 花小姐还是别废话了 找我这么一个学生究竟是做什么 你听说过武林盟吗 对方所说的应该就是田红光他爸 那个武林盟主的武林盟 只不过这段历史终极原著提到的不多 而且花扶龙跟武林盟有什么关系 我想看你标战力指数 我不确定花扶龙有没有战力指数 如果花扶龙拥有战力指数 那么这个终极世界的水就比较深了 至少和我记忆中的终极系列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花家曾经也是武林盟的一员 你会不会很惊讶 这样来看 这个金时空比自己认知中的复杂很多 你还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现在可以说出真实目的了 你没必要这么紧张 我都说了不会伤害你 不过也没什么 就是你拿了原本是属于武林盟盟主的股份 所以大姐让我来接触你一下 没想到你这么有趣 武林盟盟主的股份 恭喜宿主来到终极世界 获得新手大礼包 获得武林盟科技公司50%的股份 我们花家不问你这个股份是哪里来的 但是这个股份一直是属于武林盟主的股份 所以 所以你们花家想要拿回去 不管是谁的股份 只要是已经在我手里的东西 我是不会还回去的 您好苏先生 上一任武林盟盟主生前交代过 他的位子不会交给自己的孩子 他会把自己手上的股份 全部交给未来的继承人 只要谁获得了这个股份 那就说明他就是新的武林盟主 苏先生 武林盟这些年坚持下来的唯一动力 就是寻找新的武林盟主 重振金时空的荣光 如果你不答应 恐怕这一切就要结束了 我好像并没有什么理由和义务答应你们的请求吧 这么精彩的剧情 要是有点零食就更好了 刚好我知道 最近淘宝在做活动 暑期来了 吃喝玩乐上淘宝秒杀 大牌好物想想低价 零食饮品都包圆 上淘宝搜索秒杀有好家伙 点击评论区至顶面 吃喝玩乐一站够齐 苏先生 你一直没有什么兵器吧 这里面就是独属于武林盟主的兵器 金时空圣火令 是金时空武林盟主的专属兵器 这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兵器 它不仅具有强大的杀戮之力 还拥有着可怕的火焰和灼烧效果 听到 发现武主S级兵器 火石扣身火力 战力值3000点 攻击力增强30% 火焰伤害增幅90% 附带技能 烈焰宅 S级兵器 可以增加3000点战力指数 还有专属技能 不愧是武林盟主的兵器 没想到系统还有这种 鉴别武主之物的能力 苏先生 如果你愿意接任盟主的位置 这柄圣火令就是你大 你也会成为我们认可的盟主 当然 如果苏先生执意不肯接任盟主的位置 那么也没有关系 我们以后也不会妨碍你的正常生活 我觉得既然股份已经到我手上了 那么我就要承担这份责任 就让我们一起重整金时空吧 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你们怎么不早来找我 这种肩负期拯救世界的责任 是每个热血青年都向往的 我本来就是热血青年 只要能拯救世界 别说做什么武林盟主了 就算是让我做艾坤 我都干啊 刚刚你不是拒绝得很快吗 这转变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 还有 艾坤是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金时空的盟主了 不如盟主跟我们回去安排一下 重新开设武林盟的事情 我们武林盟的异能行者还有多少 不足三十人 三十人 这有点太少了吧 这些人实力怎么样 他们的实力参差不齐 不过都不弱 但也不强 好了 今天晚上你带着这些人来找我 大东 找我什么事 发生大事 你赶紧到福利社来吧 我们几个人当面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们脸色这么难看 苏小 出大事了 小雨和田红光 在回金时空的路上失踪了 失踪 为什么失踪 我们也不太清楚 小雨和田红光 已经回金时空 并且跟我通话以后 告诉我会马上就来 在巴勒高中 但是已经过去半个小时 依旧没有看见他们人 而且手机也打不通 我们现在怀疑是天国组织动的事 他们一定是将小雨和田红光抓住 他们抓小雨和田红光 唯一的目的应该还是为了 那件兵器 不然也不会留下这个东西 这是天国组织的徽章 没错 天国组织的标志 绝对没错 我推错 他们现在要么是想 让我们交出那件兵器 要么就是想让我们交出段长人 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们 放心 现在他们是不会伤害 丁小雨和田红光的 我们手上的牌 他们比我们更想要 所以这些抓走 丁小雨和田红光的人 一定不会做出 让我们不高兴的事情 我们现在只需要等他们联系 我们谈条件就可以的 我相信这件事情 很快就会有结果 但是我们一直 也不能坐以待毙 你们联系过东城卫没有 我试着联系了 但是一直联系不到 看来这种关键时刻 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我怀疑这次天国组织背后的那个人 已经按耐不住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动手 这金时空到底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多牛啊 真是越来越复杂了 你是想说牛鬼蛇审霸 这么多年了 你还真是没有一点长进 天国组织肯定觉得 我们现在急不可耐 所以我们要摆出一副 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样子 让他们认为 自己手上的底牌 就是一个笑话 这样到了谈判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有底气 这不太容易啊 要怎么才能让天国组织的人觉得 我们不在乎这件事 今晚八点 咱们就来一场party 就在巴勒高中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封一场 虽然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但是 我们不在乎这边 我们不在乎中心一般 想当年会偷偷听过 我怀念 好热血啊 请查看这里吧 要听此真正好大 这种最好风量 刚叫气魂风圣诞 没有趴数等级 不要定义靠近 如果懒得哭泣 我也只好成全力 虽然调是调不明 但谁永远 白色飞掉 通通又不顺化 但我们必须不着急 接力快速跳下 Already so do ya 到底在就是呢 我们是终极一般 睡起的 哇 哇 赞 这个舞台好大哦 我们不是来看舞台表演的 你不要看入迷了 赞 我们为什么要盯着巴勒高中啊 因为整个八大高校 就只有终极一般 才是我最终的目标 不要忘记了 我们这一次过来 可是为了挑战终极一般 我还以为你想看表演节目 听说舞台上的这个主唱 是十年前终极一般的老大 汪大东 汪大东吗 我终于找到你了 汪大东 他竟然带头开始唱跳 仿佛完全不为丁小宇 天红光失踪的事情担心 这可与他平常的作风 很不相符 甚至有些反常 盟主 我发现他们了 大家跟我来 王国组织的人 出现在不远处的天台上 果然是你们天国组织 把小宇和天红光放了 只要你们把蔡云涵交出来 我就把人放了 等价交话而已 不是吗 就看丁小宇和天红光 在你们心中的分量了 我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朋友 也不会让任何阴谋得逞 看来你们是不想交易了 你觉得没有铁时空的帮忙 你们能够抗衡我们 十年前天魔和一的黑龙 我们都不畏惧 更何况你们 这没意思 我还以为还能再谈一谈 结果还是要的 不过 我可不是下大的 有意思 难怪这么嚣张 可惜 你们实力还不够 我也只是拿钱败事 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们也只是为朋友和安宁 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除非你们能够打领我 我们差距太大了 你根本不会是我对手 大东 我来帮你 别忘记了 还有我 你们没看到老娘要坚持不住了吗 带着所有人一起上 老娘就不信 射不了他们这些小屁孩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这是汪大东他们之间的战斗 所以抱歉了 你们不能去打扰他们 好大的口气 你觉得你一个人能拦住我们吗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的战力指数最多也就一万六千吧 是吗 那你们就过来领教一下 有我在此 你们是过不去帮忙的 他的战力指数居然破了三万六千点 那岂不是说 他的战力指数和大姐头是一样的 这还怎么玩 你们注意看他肩上的那把武器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 这好像是金时空盟主的圣火力 难道他是 出来吧 见过盟主 白衣护法 你这老家伙 不是和前任金时空武林盟主 一起在大战中战死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金时空护法团是由前任武林盟主所创建 分为白衣护法 黑衣护法 红衣护法 和绿衣护法 老夫有向你解释的必要吗 把这些人全部押回去 逼问幕后指使他们的人是谁 是 盟主 汪大东 王亚瑟 雷克斯 你们三个人没什么事吧 没事 你怎么过来了 快回去 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看来老汪妹便失败了 你把他们怎么了 虽然刚刚只是一瞬间 但是他知道 先前爆发出三万多战力指数的 异能行者 就是眼前的苏小 放心 他们现在很安全 就跟丁小雨他们一样安全 你想跟老娘交换人质 你觉得老娘会答应吗 陪你们一个提示 老娘叫做巴黛莎 希望你能记住这个名字 老娘一定还会回来找你们报仇的 跑得这么快 我都还没开始发力 你不再需要我 无法踏破地动间 要目光扫描 你当中寂寞 这个女人其实是铁时空的人 只是因为加入天国组织的原因 一直浪迹十二时空 阿黛莎 原名阿黛莎 贾斯特洛 布莱克 出自牧师空 很小就被天国组织收养 在组织的培训之下 学习了很多东西 一直在十二时空 执行各种任务 他嗜血好战 冷酷无情 他杀过的人数不胜数 因此成为天国组织最瘦年轻的 SSS级别杀手 也是天国组织最重要的杀手之一 整个十二时空 都有这些杀手的踪迹 只要付得起价钱 他们就一定会接任我 不管危险程度 哪怕是很多 已经沦为魔戒地盘的时空 说到沦陷的时空 那些沦陷后的时空里面的人怎么办 那些沦陷时空生存的人 其实很惨 里面的人要么被统化 要么变成奴隶 还有一些残于势力抗争 但是终究都是杯水彻星 先前那个自称李文杰的家伙 不是来自幻时空吗 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正常 似乎还是蒙学员的人 这家伙确实来自蒙学员 我们先前说了 沦陷的时空里面 有些势力比较特殊 所以会一直抵抗魔戒吞噬 这个蒙学员就是其中之一 蒙学员有这么厉害 看来现在这个蒙学员 应该是抵抗不住了 不然李文杰也不会跑来金时空 寻找那件兵器 想来就是想通过那件兵器 反败为圣 不对啊 他们不是有索雷伊圣剑吗 召唤索雷伊圣剑的要求太可可了 首先得要找到奈亚公主 还有五星骑士 才能成功召唤 就像我们铁时空的铁克无极 首先就得找到一位万年不遇的体质 然后助它练成究极铁克人 才能召唤这把武器 难道他们口中说的那个铁球 能和铁克无极 还有索雷伊圣剑在同一个层次 应该也是属于一把终极兵器吧 只是不知道 是属于哪个时空的 修 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什么终极兵器 这个终极宇宙一共有12个时空 每一个时空都有一把属于它的终极兵器 比如铁时空 就有终极铁克人的铁克无极 幻时空有奈亚公主的索雷伊圣剑 至于别的时空 我也就不清楚了 修 盟主传令 我们该回铁时空了 阿代莎的情报 我告诉你们了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这家伙总是走得这么匆忙 你说我们金时空 会不会也有属于我们的终极兵器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范常仁 你感觉怎么样 脑袋还清醒吗 什么清醒不清醒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睡了多久了 范常仁 你不记得铁球的事情吗 什么铁球 看来他已经完全忘记铁球的事情 我真的不记得你们在说什么 不过在我昏迷的时候 的确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什么可怕的事 就是武林盟一夜之间 高端战力全部消失 我们金时空叫得上名字的高阶异能行者 也是跟着消失不见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原因 也曾经试着找寻过原因 但是根本没有丝毫线索 从那以后 我们六条龙就借此机会成立了武力裁决所 一夜时间全部消失 不对 断常仁 你刚刚说六条龙 成立武力裁决所的时候 不是七条龙吗 是七条龙吗 我记得很清楚 你们刚刚听错了吧 我不是说的七条龙吗 修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时间点来金时空做什么 你不是说铁时空一直有任务吗 丁小宇和田鸿光绑架的事情 我告诉盟主之后 盟主听见消息以后很震惊 于是让人接替了我的工作 派我过来谈判 不过我也不知道天国组织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天国组织给你面子 修 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我大哥可是铁时空铁克建卫军首席战斗团团长 五虎江大哥 时空见窝子 谁敢不给面子 介绍一下 这是我二弟 来自银时空的关羽 自云长 叮咚 结识关羽 获得战力指数三千年 二弟 说说你知道的线索吧 银时空以前有一个较大钱的孝蒙 那时候天下高校歌剧 为了一统天下高校 大钱高校功伐其余六大高校 才有了孝蒙的出现 也正是那个时候 大钱高校曾经使用过一种 可以将敌人的记忆抹除的神秘物品 我们这里是金时空 那件兵器也不可能流落到我们金时空吧 难道说 这个可以篡改记忆的兵器 就是我们金时空的终极兵器 我可没有这么说 毕竟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金时空有这么一件东西 要说我们金时空厉害的兵器 应该是传说中的刀剑之力 援助当中 飞楼后面持有石中剑和鬼狼刀 运转刀剑之力 战力指数多快破十四万 简直就是bug存在 不过现如今明显 这个世界的战力观是高于援助的 所以我倒是也没有多大抵触了 这些年 段常人勃勃看着你们成长 也挺欣慰的 只是不知道还能陪伴你们多久 段常人 你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过孩子吗 孩子 我有孩子吧 有吗 怎么又晕过去了 这该不会是蜂龙作祟吧 要是把蜂龙逼出来 那就完蛋了 独孤狼 能不能不要每次约这种破烂地方 老娘新买的鞋很贵的 那坏了你抬不起 阿代莎 拿钱办事 这到哪里都是规矩 现在已经快半个月了 我要的东西还没有得到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老娘几个手下在苏小手里 你难道觉得你给的价钱 能够让老娘舍弃手下不顾 阿代莎 你不想要你手下了吗 你最好把枪放下 你说放下就放下 你当老娘傻啊 既然段常人已经醒了 那么就请把他交出来吧 抱歉 不可能 你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 不愧是王国组织的SS级高手 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觉得你有赢的机会 汪大东 要不要加入我们天国 老娘可以点你最顶级的代言 我根本没打算和你战斗 只是负责把你引过来 喂 你们几个家伙 还准备得到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来了 你准备怎么办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 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收起你的战力指数吧 我亚瑟王可不欺负女人 你最好不要动我手下一根毫毛 否则老娘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想要救你手下 明天我们中午十二点交换人质 你们最好不要耍花呀 苏小 你到底把人藏在哪里了 难道你还有帮手 我感觉你对我们几个人都很熟悉 可我们对你一无所知 你们不会觉得 我们金时空没有高阶异能行者吧 我不明白 金时空还有什么高阶的异能行者 能够稳住天国组织那帮人 金时空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深 等时间到 你们就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吧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你们是在怀疑苏小 自大狂 你不觉得奇怪吗 苏小背后究竟有什么势力 居然同时可以抓住四位 战里破两万的高阶异能行者 苏小是我汪大东的朋友 那他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 我们也希望这个苏小没有任何问题 汪大东 问你一个是 你最高能标多少战力指数 这个我真不清楚 从来没有权力标过 但是没有夏天高是真的 不过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不觉得现在金时空越来越混乱了吗 铁时空自己一堆烂摊子 也不是每天都有闲工夫拯救其他时空 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金时空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如今的武林盟百费带兴 要是能够整合王亚瑟 雷克斯 汪大东他们的力量 未尝不能组建一支超级团队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与其每次都麻烦铁时空 如果金时空能有属于自己的势力 不就能稳定时空秩序 你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自己建立一个组织 太麻烦了 没有想过 而且我们也没有这种机遇 不过当初修邀请过我们加入铁克禁卫军 但是当时我们拒绝了 不过要是有空的话 我们也会去铁时空 帮忙处理一些时空秩序的问题 你怎么突然向我打听这些事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以后你就知道了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你不再需要我 你就是花玲珑的大姐 我要称呼你一声盟主大人吗 不用这么客气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要问一下 你们是怎么处理那几个杀手的 整个天国组织 有天字组 地字组 人字组的组长 至于第四位组长的权利 就是同时领导三位组长 而二代杀持天国组织里面 人字组的组长 实力派进天国前三的人 资料已经够小兴了 我们该参与什么行动 目前为止 你们依旧在暗地里活动就好 等时机成熟了 自然会让你们出场 恕我直言 从上一任前盟主开始 我们金石库的异能行者 就已经很少有传承了 田红光的父亲 到底把那些人带去哪里了 原著也很少提到 即便对这件事情 也不见得这个世界的诡计 是跟原著一样的 毕竟这个世界的花家 竟然是五灵萌最后的底蕴 花灵萌的姐姐们 竟然也都拥有战利指数 当初魔界猖獗 迪阿布罗摩尊 指使手底下的痴妹王俩 烟魁袭击各个时空 田盟主解决到金石空的事情以后 便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带领五灵萌一众高阶异能行者 去往其余时空反攻魔族 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儿子也是从那时消失的 爷爷你就别伤心了 你不是还有我们吗 前辈放心 你们竟然让我当上这个盟主 我必全力搜查 当年田盟他们失踪的真相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盟主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我也想为消灭魔族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可是我的首席护卫团的团长 白衣护卫团的组长 也是我们整个武林盟战力 指数除我之外的第一人 如果我们真出了什么意外 你可得替我保管好金石空啊 可我不是盟主你啊 我真挑不起来这么大的担子 放心吧 还有刀锋前辈在 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我曾找红七公前辈算过 如果将来有个人 固然继承了我的股份 那你就把我的盟主之位交给他吧 金石空就拜托你了 老头子 我跟随盟主大人去除魔外道 匡扶正义 拯救十二时空 加你那几个小兔崽子 就拜托你了 盟主 你说的人出现了 这是我们花家的圣水令 花家圣水令 这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兵器 它不仅具有强大的杀戮之力 还拥有着可怕的冷冻效果 被其命中的人 身体会因为极寒的侵蚀而僵硬 及其十二枚圣火令 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是那时候 不怎么看好你这位新盟主 所以我们并没有想着 立即将第二枚圣水令交出来 不过如今看来 你这位新盟主 确实有资格获得我们花家的效忠 冰冻 八线五主S 击兵器圣水令 战力值 3000点 附加技能 水气伤害增幅30% 持续无聊中 附带技能 寒冰斩 获得花家真正的认可 成为金石空正统盟主 获得奖励雷一元素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小语他们在哪里 你们把他们走了 我劝你们赶紧交换人质吧 再过几分钟他们就毒发身亡了 可恶 你就不怕我也把你的手下的战力指数废了吗 我劝你们别费这个时间了 你们晚一秒钟 他们就多一分危险 苏小和他们交换吧 小语他们快 坚持不住 大家把战力指数传给我 我来帮他们疗伤 八哥 难道你想要当年就赵云的那一招 喂 你们可别当我不存在啊 既然没有任何防备的 就在这里疗伤 你可别当我不存在啊 我可不会让你过去的 他们几个我照的 懂 难缠的小鬼头 老娘还真是没看错 你这小子 果然比汪大东辈小子还要难缠 难道你也是欲强则强 为什么你的战力指数提升得这么快 我这可不是欲强则强 我这是单纯的强 难缠的小鬼头 两位组长是准备在这里看戏吗 你们组长都没叫我们帮忙 你们在这里骑什么 他可是深的首领的信任 早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不为了这次交易 还特地把我们两个从别的时空派来 首领对他可真好 放心 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出手的 谁叫我们是一个组织的 你们不去就算了 我们几个一起上 怎么这么认呢 也请让我来插一脚吧 可恶 又是这个家伙 真是麻烦 这家伙怎么长得和我这么像 难道是别的时空我的分身 那下面的人群中 怎么还有我的分身 正好一并解决了 修 到底还有多久呢 苏小一个人 坚持不了多久 还差一会儿 若不及时为 他们俩疗伤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毒发身亡的 大家放心 我请个万元算算时间也该到了 你不再需要我 木头 踏破地动 天药 木头扫描 平凉中 寂寞 该死的混蛋 这是在搞什么 那就先把你解决了 为什么这小子拥有雷元素的同时 又能同时掌握火焰和冰霜的力量 这家伙 真的只是18岁 我可不像汪大东 这个时候了 还要隐藏什么战力之术 我出手从来都是权力以赴 从不保留 阿代莎小姐姐 需不需要帮忙 真是有趣的家伙 你注意看他肩上的那把圣火铃 好像就是上任金时空武林盟主的 难道他是新任的金时空盟主 就算有我们天国组织又有何怕 上任盟主和武林盟 所有的顶尖势力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哪还来的武林盟 说的也是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武林盟 我们天国组织又有何怕 也差不多了 我们该去收尾了 可真不能让他们成功 治疗丁小宇和田洪光 军级编号 X23Y90U87 片刻禁卫军 西城卫团长 令 鬼凤 你可是答应过夏天的 来金时空 一切听从我的命令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秀卫法师 说吧 要打谁 我赶时间 鬼凤 你可是答应过夏天的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万来 铁克禁卫军 西城卫 你们铁时空如今自身难保 竟然还想着帮忙呢 不管铁时空发生了什么 只要盟主发话 我们铁克禁卫军都会誓死执行 你们已经被列为八级危险者 铁时空危险等级排行榜 是九五盟主根据各个时空的高级异能行者的危险指数进行排名 危险等级从一级到十级划分 等级越高 证明对时空的危害越强 我劝你还是早点投降吧 八级危险者怎么了 我可不怕你们铁克禁卫军 鬼凤士吧 不就是一个和魔杂教出来的怪物吗 出声罢了 和足挂齿 毕自觉 牵手观音 你的确很强 但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真是个疯子 用出这一招 怕是连他自己的身体极限都承受不住吧 不过我就喜欢这个感觉 痛快地战一场吧 这样打下去 下雨的身体根本承受扶住鬼凤的力量 可恶 鬼凤这个技能怎么敌我不分了 这么高的温度 怕是连钢筋都会被融化 这家伙疯了 小鬼 我成练也很强 居然能在我们两个的手中坚持这么久 苏同学 需要帮忙吗 真是没意思 走了 堂堂的天国组织三大组长之一 居然商场这个样子 阿代莎 任务已经失败 你还不准备走吗 你不再需要我 你不早 踏破地动煎药 你不早扫描 听到这种心目标 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 尽量不要跟天国组织结仇 我得去一趟铁石空 治疗下雨和鬼凤 这家伙太忙了 下雨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他那么强大的异能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金石空就拜托你们了 你们这次过去 一定要小心 大东 记得照顾好段常人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我准备带着田红光和丁小雨 为铁石空治疗 他们苏醒以后 能够帮助我们铁石空 铁石空遇见麻烦了 九五盟主 准备最近召集铁石空 所有的高阶异能行者 去征讨魔族 现在正在准备阶段 是比较缺少高阶异能行者的 等等 既然铁石空有麻烦 还是应该有点防身的家务 这是我截使鬼凤系统给的奖励 我现在都已经有两笔圣火令了 这把武器就送给雷克斯吧 严刃 战力值2500 等级 S级 释放火焰 灼烧敌方目标 这是一把适合火系异能行者的武器 具有成长属性 持有者战力等级越高 武器能发挥的战力值就越高 最高可增强一万点战力值 雷克斯 你的阿瑞斯之手不是给丁小雨了吗 这把剑正好适合你 你要给我 我们大家都有兵器了 去铁石空至少不会空手去 万一要是任务严峻 还是需要一件衬手的兵器 谢谢你 苏小 不用谢我 我们都是朋友嘛 王达东 这次我们都不在 要是真遇到什么危险情况 你就使用夏天留在你龙文牢上的力量 放心 真遇到什么危险情况 我会使用这份力量 你们这次去铁石空 一定要注意安全 放心 汪大东 你还是深藏不弄 居然有终极铁客人的力量 龙文牢吸收了夏天的战力指数 所以龙文牢内部存有夏天的一部分力量 龙文牢没有攻击力 对面攻击过来 龙文牢吸收对面的战力指数板会宿主 配合汪大东一强则强的体质 简直就是一个bug的存在 不过龙文牢也有一个缺点 他的这个伤害是被动存储 而且只能有名字 如果前几次大战 我把龙文牢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他就能爆发出终极铁客人的力量 但是力量消耗完之后 他就恢复成平时的状态 除非龙文牢能再次受到伤害之后 他才能被动的存储力量 这难道就是你每次不敢全力爆发战力指数的原因 没错 因为这份力量只能使用一次 夏天的力量只能在关键时刻使用 全力爆发战力指数 龙文牢就会失控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很快了 马上金时空就是我的了 关羽 刘备 你们这些五虎将都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杀了你们 你现在就是魔化了刀锋 也没有办法统治金时空 汪大东和苏小两个人战力指数 加起来都破十万了 你还在这里跟一个老头玩黑话 黑龙 你最近越来越不礼貌了 你再敢用这种态度 跟我说话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还是省省吧 你要是真有把握 就不会在这里魔化刀锋了 你要是还想跟我合作 就把你的嘴闭上 算了 跟你这家伙计较实在太浪费精神 既然你想要继续玩魔化 那我也懒得管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派遣在终极一般的卧底 一直没有机会赶走汪大东和苏小 这次需要你帮忙 你想我怎么帮忙 派遣魔化的刀锋 袭击终极一般的人 尤其是那个球球和雷霆 到时候苏小知道 袭击求求的人是汪大东老爸 一定会跟汪大东发生争执 甚至于两个人会闹翻 这样你的计划才容易进行 不行 刀锋现在还没有稳定 要是出现岔子 没有完全魔化刀锋 我的计划因此失败怎么办 终极一般除了苏小和汪大东 还有谁能够阻挡魔化的刀锋 你胆量就这么大 就这种胆量你还敢说称霸金时空 好 我就按照你说的做 今天晚上就袭击雷霆 黑龙 你来找我做什么 汪大东的老爸现在被人魔化了 今天晚上对方会派他袭击雷霆 然后散布汪大东老爸的消息 让你们终极一般跟汪大东就此决裂 本来这件事情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告诉汪大东 但是本大一看见他就不爽 于是就找上你了 据我所知 你不是一直跟幕后的人有合作吗 为什么要出卖他 金时空只能有一个反派 那就是我黑龙 说起这个就来气 我黑龙怎么可能甘愿成为别人的打授 况且 你见过那个反派守信用吗 众所周知 反派是不守承诺的 不是哥们 虽然反派不守信用 但你被刺的也太快了吧 黑龙 你还真是够无耻的 本大爷这是具备了一个合格反派应该有的素质 无耻这个词跟本大爷完全不大便 当然 那家伙可是连球球都不想放过 你真的愿意看见球球受伤 所以你现在是想跟我合作 聪明 本大爷就喜欢跟你这种聪明人合作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可以 但是我有个条件 终极一般里面那的甜心 如果是你的人 立马让他滚蛋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一点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只不过帮本大爷把汪大东引 开本大爷要去看看那个废物断肠人死了没有 你不再需要我 你无法打破地动天要 你无法扫描 听着总继络 这首钢琴曲我怎么听着有些熟悉 那不是姓雷的小妹妹呢 求修他们怎么过来了 小姐 他们说是你的同学 所以我没拦着 要不要赶他们出去 你先下去吧 求修 你们怎么过来了 我们几个路过这里 被这优美的琴声吸引过来的 这是摩棘 虽然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 但是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大的摩棘 苏小 我们过去看看 拔摩棘 曹老师 你这是什么打扮 你手上的东西是拔摩棘 你是拔摩战士 你要对付我阿爸 汪大东 你战力指数标这么高 不怕龙文傲失控 放心 我还留有一部分力量用来压制 不过 这也是我现阶段爆发出来最高的战力指数 汪大东 你阿爸已经入魔了 即便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堕入魔道 但那是迟早的事情 我不允许 不管你是谁 你要是敢对付我阿爸 就是与我汪大东为敌 汪大东 你要想清楚了 你阿爸要是完全堕入魔道 到时候凶性大发 伤及无辜算谁的 算我的 就算我阿爸堕入魔道 就算豁出我这条命 我也会帮他恢复过来的 希望今时空大乱的时候 你们不要后悔 汪大东 糟糕 你阿爸不见了 可恶 刀锋的魔力指数现在究竟有多强 居然能从我眼皮底下 不声不息的溜走 糟糕 杏雷的小妹妹有危险 还有球球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先别管那么多 苏小 你带着杏雷的仙子 我来对付我阿爸 等等 汪大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汪大东 待会儿我会用圣水令冰封你爸 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能够先控制住我阿爸 那就尽量试试吧 只要我阿爸一天没有魔花 那我就一定会想办法 汪大东 你是说这是你阿爸 先别管那么多 把你爸先送回去 对了 雷婷 球球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怎么没看见他 他早就回去了 刚刚发生的事 还希望你能保守秘密 汪大东的爸爸出事 我既然遇见了 怎么能救手旁观 汪大东他爸出事 关你什么事 你们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好吧 谁说跟我没有关系 汪大东是我中级一般的一员 他家里既然出事 我看见了 肯定得帮助一下吧 既然你想跟着 那就跟着吧 我的宝贝乖乖儿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阿爸 他变成魔化异能行者 自己老头子 不可能平白无故顿入魔道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大东 你们究竟是遇见了谁 为何会变成这样 伯母 抱歉 是我为了阻止魔化以后的伯父 不得已冰封的伯父 妈 其实 我又重新回到了中级一般 我跟你爸早就知道 你回巴勒高中了 这两位是你同学 他叫雷霆 他叫苏贤 两个都是我同学 大东 这么晚了 你先带雷霆同学回去吧 可是我爸怎么办 我来想办法 别忘了 我可是兵器之母 刀鬼 汪伯母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是应该称呼你为盟主呢 还是苏同学 本来以为金时空的武林盟就此消散了 没想到居然会再次出现 你们已经金盆洗手 就算自己跟汪大东关系再好 我也没有挑明我的这层身份 没坏了道上的规矩吧 我们家老头子入魔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简单 恰巧说明魔戒对我们金时空贼心不死 他们迟早还会再入侵我们金时空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前辈你们不是早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吗 是啊 自从田盟主失踪之后 刀锋和我两个人就已决心退出江湖 但是他们这次触碰了我的底线 田盟主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会因为他而退出江湖呢 画家那位没跟你说吗 刀锋和田盟主是师兄弟的关系 铁时空倒是有喜魂曲 可以找铁克敬卫军来帮忙 光有喜魂曲是不够的 你没发现吗 现在我老公身上还有一股负能量 这可比魔戒难消除多了 负能量不是在终极一番舞中出现吗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在原著中后面这本武功已经被球球给掌握了 不过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 负能量是多年前金时空 一位邪修所创造 已经失踪多年 最近一次出现 是在武力才角色风龙手中出现过 不过谁也没有见过风龙的尊荣 这位武功极其的诡异 那这样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后面应该是风龙从断肠人身体中醒来之后 将这本武功传给了球球 不对 看你这个表情你应该也知道这个东西 难怪能让花家那群人任你当盟主 果然见多识广 请问前辈有没有能消除这负能量的武功或者招式 有一个人曾经研究了 一本秘籍就是用来专门对付负能量的 他的名字叫做红七公 是你们武林盟如今资格最老的长老了 甚至曾经跟随过铁盟主打过魔戒 这么厉害 他现在在哪里 顶呱呱精神病院 去讨伐魔族的人中 他是唯一活着回来的 不过大脑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前辈放心 他既然是我们武林盟的长老 我一定会把他请过来帮刀锋前辈治疗的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顶呱呱精神病院 我尼玛拿家精神病院取这个名字 资格最老的长老都已经躺精神病院了 你好 我找红七公 请问红七公在那个病房 这么晚了 明天再来吧 现在呢 这里没有红七公 你诚心耍我是不是 别以为我没发现你也是一位异能行者 你手里拿的是圣火令 看来你还是有点见识 我再说一遍 你们这里真的没有红七公这个人吗 有的 有的 我马上就把人给你请出来 还请跟我过来一下 导族 我带人过来看你 老夫不是告诉过你 我从此不在管江湖上的事吗 你怎么还带外人过来见我 老祖 我也知道你最烦别人打扰你 但是这个少年他身上有盟主的圣火力 你就是我当初推演天机 算出来的能拯救十二时空的人 不过现在看来 你连我这点威压都承受不住 看来我自以为是的推演之术也不过如此 老祖您别这么说 整个金石空 论推演之道 你敢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 您别忘了 你可是金比克的徒弟啊 可我终究不是我师父金比克啊 要不是我盟主他们也不会失踪 我看前辈的战力指数都不无案了 你为什么不出山 要躲在这精神病院里 要知道铁石空的终极铁客人 他的战力指数也是无案了 老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笑的笑话了 趁我现在心情好 你走吧 前辈 我有哪句话说的不对呢 终极铁客人的战力指数不是无案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不过刚刚诞生的终极铁客人就有无案的战力指数 这是没错的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修炼 每提升一个形态 就会增加无案的战力指数 以此类推 这就没错了 在原住终极一家里 那个时候夏天刚刚成为终极铁客人 火焰使者就突然来 那时的火焰使者应该说的是他刚刚诞生的那个阶段 最高只能爆发出五万的战力指数 不然我就说嘛 终极铁客人怎么可能只有五万的战力指数 不过前辈 什么是提升形态 能增加五万的战力指数 你小子没看过七龙柱吗 终极铁客人的体质和超级赛亚人差不多 不过十年过去了 铁石空那小子也不知道修炼到多少万了 前辈 其实这次我来是有一事相求 传闻说你有一本功法 可以去除别人身上的负能量 原来你说的是那本武功啊 也没什么稀奇的 交给你就是了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请你举起你的左手 左手带短着方向 他不会向困难低头 这说的是什么 老祖 你给的这个真的是武功秘籍吗 要是你能看懂 你就是武学奇才了 奇怪 这几句话怎么这么演出 好像在哪里听过 怎么样小的 就算我把武功秘籍放在你面前 你也看不懂 这本秘籍 可是我当年花费大代价研究出来的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右手代表着希望 他不会为挫折发愁 当左手拍上右手 我们的步伐就有节奏 怎么可能 我身上的负能量也跟着消失了 我也感觉我现在浑身轻松 感觉以前受过的一切苦难 都烟消云散 小子 你是怎么练的 可以教教我吗 看见这几句歌词 情不自禁的就唱了出来 难道这就是你说的 可以消灭负能量的秘籍 果然是天纵奇才 你对于这本功法的理解 居然比我这个创作者还要高 难道你真的是 能拯救十二时空的人 这真的是你说的功法吗 这不就是一首歌吗 难道这武功秘籍就这么简单 我好不容易才让刀锋堕入魔道 没想到一夜之间前功尽弃了 要不是我现在魔功还没有完全恢复 肯定亲自动手杀掉汪大灯和苏小 还有这一切的始作勇者黑龙 黑龙 你这个王八蛋 我也恨那拉斯提纵横仪式 没想到会被黑龙给甩了 黑龙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 等我伤势痊愈 魔功恢复的时候 必举你向上人头 要不是银时空的五虎家 自己也不会变成这样 可恨至极 你就这点出息还想着称霸时空 你们魔界之人来我这里干什么 是过来嘲笑我的 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们合作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挑战雷霆 成为终极一般的老大 你在说什么 就凭你也想挑战King 不愧是舔狗界的战狼 那目光都快要把孤战给吃了 这位新来的同学还真是狂妄啊 一点也没有优雅的风度 那边的娘娘腔 要是没有断奶 就早点回家秀蝴蝶 当然 你要是觉得我比较粗误 我帮你打个车回去 你说什么 够了 如果你们是来找麻烦的 我们终极一般奉陪到底 但要是你们来读书 就好好做到属于你们的位置上 一直听说苏晓是KO榜上的KO2 我今天想要见识一下 我就是在旁边吃瓜的 怎么还会有我的事 整个终极一般 除了雷霆 方大东 还有蔡云涵之外 所有人都以为现在的苏晓 还是KO2 也就是一万点左右的战力指数 你到底是谁 你这战力指数居然比KO1还强 两个KO1加起来还不够你打的 果然还是18岁的小孩子 没见过什么世面 KO榜 不过当年是武力裁决所的黑龙 搞出来的东西 专门用来骗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就我这点战力指数 在金时空都还是算弱的了 你说什么时空 金什么时空 那是什么东西 金刚姐姐 收起你的战力指数 你别吓坏小朋友 在没什么人教导的情况下 自身的天赋就有9000的战力指数 已经非常不错 别忘了 十年前你才有7000的战力指数 才排KO榜第七名而已 香蕉你个巴了 你们是没有把我这个班导 放在眼里吗 田心老师因为某些原因 已经离职了 从这堂课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新班导 说什么 田心老师辞职了 你不再需要我 不是说为我增强力量吗 你带我来广播室干什么 我得带你去找一个人 有了他的帮助 你就能轻松统治金时空 可这和广播室有什么联系 其实这广播室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入口 那就是灭 第一个发现 这个入口的人就是黑龙 难道金时空也有灭的存在 不止金时空 整个十二时空都有 好了 我们出发吧 这就是魔戒 这是招魔曲 成功演奏这首曲子 可以召唤震收此地的 一位魔王虚影 协助你拿下金时空 不过 只需要付出一点点代价 那就是你的灵魂 从此不再属于你自己 从此彻底成为 一个半人半魔鬼的怪物 暂无恢复的可能 我同意演奏招魔曲 刀锋已经被汪大东他们救走 我也没什么底牌 我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统治金时空 到时候第一件事 救灭了吴胡家 特别是忽颜觉罗修 我的魔力指数 为什么突然之间 会增加的这么快 快停下 我的身体极限快成受不了 真是没用 连明言魔君大人的一点力量 都承受不住 明言魔君 不仅可以控制魔界的魔火 还可以控制任何火元素 并且同样拥有自己的领域 迪亚布罗摩尊 拥有十二魔君 每一个魔君 负责镇守一个时空 镇守铁时空的是天外魔君 镇守金时空的是明言魔君 待见明言魔君大人 居然弹奏出招魔取 那么召唤本做的代价 你应该清楚吧 只要弹出招魔取的人 就等于把灵魂卖给了魔界 不过为了复仇 哪怕付出一切 我也无所谓了 像你这样的灵魂 应该很美味 这是我的一具分身 有了它 你就可以轻易的统治金时空 到时候 别忘了献住你的灵魂 王大东还有苏小 这次绝不会放过你们 都怪你们打乱我的一切计划 还有那个可恶的黑龙 但我统治金时空 定把他千刀万挂 就让我在金时空 重铸我夜恨那拉家的辉煌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 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王大东 如果你们再不出来 我就彻底毁了金时空 就让这个时空从此不复存在 到底这是谁标出 这么高的战力指数 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了 好强大的魔器 是魔君降灵了 不行 我们得去看看 花玲珑 要不要我们也跟过去看看 终极一般的人听着 你们谁都不准过去 这种战斗 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插火的了 别白白兜了性命 指哥 燕燕 跟上 我说过了 你们不准出去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作为终极一般的老大 我有责任守护自己的同学 看来今天想过去 得先打败你了 我该怎么跟战解释 这种恐怖的战力波动 一万年以下的人 根本感受不到 这么恐怖的战力指数 雷霆说的对 这场战斗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出手的了 雷霆 如果你承认我们是终极一般的一员 就让开 战力指数过万点了 等等 战力指数已经一万二了 雷霆说有人跟我并别KOL啊 我不许你们出去 这是我们终极一般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终极一般 好了 我们继续上课 奇怪 我怎么会突然打喷嚏 我的台词好像被谁抢了 别分心了 我感觉这次大事不妙 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强的战力波动 说的对 我们抓紧赶路吧 花前辈在马 我感觉这次的战况比较棘手 甚至部署于十年前的荷包弹大战 我希望武林盟尽量帮我拦住 十二时空的一能行者 别让他们过来搅局 这里就是金时空吗 还真示弱 像昆仑 没想到你终究还是被魔化了 长老 这不是一个纯种的魔化一能行者吗 你怎么认识他 多年前我和盟主一起离开金时空之后 就去了火时空 那个时候火时空还没有完全被魔化 甚至一度打得迪阿布罗魔尊节节败退 而他就是那一能行者当中 群鹰殿的老大 像昆仑 龙气功 多年不见你老了 你们此番大举 入侵金时空 意欲何为 长老 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他跨轴穿越时空战斗 已经损失了三万点战力指数 现在爆发出来的只不过只有三千点 有什么可怕的 火时空他们主要修炼的不是战力指数 而是守护灵 相宇 出来吧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火时空一能行者的特殊能力 能召唤守护灵进行战斗 这是开挂了吧 四十万的战力指数 火时空的整体实力能在十二时空排进前三 能魔化像昆仑的这等强者 应该是迪阿布罗魔尊卿自动的手 拥有这等战力指数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这一次我出什么意外 苏小和武林盟就拜托你了 如果我的预言不错的话 苏小将是拯救这十二时空唯一的希望 这颗丹药能瞬间增强十倍的战力指数 唯一的副作用就是神行俱灭 不过也无所谓了 红长老 迪阿布罗魔尊宫过来了 我坚持不了多久 我先把你送回金时空 以后就拜托你了 不行 我不能走 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这场大战 金时空所有的高端战力都损失待尽了 我必须把你送回去 当年要不是盟主救下了我 也活不到现在 我早就该去见见盟主他们了 好久不见 红七宫 多年不见 我们都老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莎士比亚说过 就是主的出现 就代表着灾厄 已经降临 天魔 第一次看到自恋狂这么认真 居然有五万的战力指数 这么强 果然前面那几场战役 你们都在伴出吃老虎 开玩笑的吧 十五万的战力指数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金时空魔界统治者 明眼魔君 明眼魔君是什么鬼 我只听说过天外魔君 果然我穿越的这个终极世界和援助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明眼魔君 我记得多年前 你不是被金时空的武林盟 敢进金时空的灭里面去了吗 是有这件事没错 当年那家伙就战胜了我一次 居然膨胀到带领你们金时空 所有的高端战力跑去别的时候 这才让我有了可乘时机 如今你们金时空修炼之法已经断绝 再也没有什么高端战力 还不是任我拿捏 龙文敖铁克虚野 龙文敖铁克虚野 他是由龙文敖吸收终极铁克人夏天的力量 惯化而来 拥有铁时空终极铁克人的力量 但时间只能坚持三分钟 汪大东 这个是什么 明眼魔君 你以为就你有底牌 难道我会没有吗 尤其居然是终极铁克人第十阶的力量 这就是你当初说的 夏天寄宿在龙文敖当中的力量 没错 这是夏天终极铁克人第十阶的行业 大概有五十万的战力指数 你说什么 居然有五十万战力指数 还真是五十万 一直听说巴勒高中是异能行者 见年轻一代的圣地 巴勒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那股力量的来源就是这里 我说你们是谁 此地不通 都回家去吧 我说你又是什么人 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我只负责看着你们不要打架盟主的战斗 否则你们的死活和我无关 你这人也太没礼貌了吧 我们不管什么盟主不盟主 你没有权力阻挠我们 太阳你先冷静一点 对方的这个战力指数 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都打不过 前辈 我们是来保护是去安危的 不管你是什么盟 你们今天的行为影响到了整个市区 这里发生事情的真假 我们身为市民有资格知道 安静待在这里 就不会有事情 如果你们又要过去 我就要动真格了 我叫固执 你应该听说过 别拿什么家庭被紧压我 要不是当年你们家族 获得武林盟的帮助 会有这么大的家业 我现在早已入魔 就算你解封时中间也不过才无碍的战力之术 你拿什么和我斗 这是我彻底入魔后的新招式 行鸣飞动 行鸣飞动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我一将避开天 陪着我追往前 我们的空着当地会剧情 我要护面 我什么都没有养 这谁是我们的吧 余真神 神 变 变 风 山 佛 回 神 打动 我和曹操 他们先牵制住叶斯提 你们快往我设新树里 注入战略指数 危害金时空的幕后凶手 你们救出 我们也就没必要再隐藏战略指数 party time 可恶的胡言觉罗修 山一次败给了你们五虎架 这一次我必将你们一网打尽 这是我在黑洞当中发现的好东西 地狱精华业 可是专门用来对付你们的 叶斯提的战略指数 来到了二十八万 我们几个人的战略指数 加起来都打过 抱歉了 曹操还有周瑜 都是因为我在害你们 陷入如此的境地 这可不像你啊刘备 不对 应该叫你忽言觉罗修 你忘了当年我们一起 争夺天下时 这雄心壮志了吗 少废话 这可不像我所认识的刘备 恭喜宿主成功结识周瑜 草仓 获得以战指战攻凡 获得分灵牵 大东 还有亚瑟王 我有办法对付他 你们先把战略指数传对 有麻烦你现在再次弹奏 战指战 没问题 没有人 咋了 能为谁而战 逃不了 难成不过的恶心使唤 我们又为谁而战 这一秒 有多少时光 瞬间眼笑一散 盘睡在叶眼里蒸发 你不再需要我 你不再 踏破地动间谣 你不扫描 你不再勇气目标 可恶 让叶斯提给逃了 没事 他身受重伤 也翻不起什么波浪 苏小 你这功法是什么 居然能配合我的以战指战 爆发出数倍的力量 不对啊 系统 刚刚情况危急 我来不及多想 你给的这个奖励 不就是以战指战的歌词吗 还有上次对我那的 消除负能量的功法 也是左手右手的歌词 你这家伙是不是在私吞 苏主 这你就错怪我了 你口中所说的这些歌词 实际上还真的就是 终极系列中宝贵的功法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无音乐不终极 音乐是终极系列力量的来源 说的对 无音乐不终极 难道说 我以后只要没有功法了 就随便唱首歌 这不是纯纯的开挂吗 在前世 我可是人称中华小曲库 苏小 其实以战指战 是我忽然觉罗家祖传的功法 这本功法本分为上下两步 在多年前上半部分失踪 传到我这一辈 只有下半部分 所以不知你这一战指战的上半部分 是从何处所得 被人追杀 掉落悬崖 大难不死 惜得神功 如此而已 苏小 想不到你 才满十八岁 就有这么多的经历 既然这是你家传功法 那就还给你吧 本来这就是你的东西 谢谢你苏小 我都说了 这本就是你的东西 再说了 这上面的歌词 不对 不对 这上面的功法我都已经学会了 正义在沦陷 世界需要拯救 下一战还有多少阻碍 等待我来 这种功法好深奥啊 就算是我家传的功法 我也惨悟不透 苏小可否教教我 这是你写的歌啊 你不会唱 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不是你的家传功法了 你不会修炼 以战指战分为两步 我只会弹奏这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的唱 我确实不会啊 你们这时待会再说吧 我感受到许多非常强大的战力波动 感觉十二时空的魔化异能行者 都往金时空这边赶过来了 自大狂说的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有一股力量在阻碍他们 我们也快过去帮忙吧 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来教你唱 不对 我来帮你修炼 正是要紧 我们也过去帮忙吧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赫言 该你出手了 可恶 这两万点幻力指数完全不够用啊 要不是跨周穿越损失了 五万点幻力指数 还真是热闹啊 金时空 火时空 幻时空 黑时空 银时空的正道一能行者 都到场了 拔魔斩 去区拔魔斩 还想偷袭本作 你这点拔魔指数 在我眼里简直不够看 可恶 这是开挂了吧 我的拔魔斩 居然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 这可比叶斯提还要难产 四十万 这还怎么搞 魔技能在十二时空一家独大 靠的就是跨轴穿越 或者同轴穿越 不会扣除战力指数的特殊能力 可恶 居然连我的新火燎原 都轻松吸收了 跨周穿越损失了五万点战力指数 要不然我七万的战力指数 可能还有一战之力 四恋狂 你先把苏小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刚苏小就突然晕倒 四大狂 你也别太担心了 他和叶斯提对战时 可能消耗了太多的战力指数 一时间恢复不过来 别忘了他今年才十八岁啊 终极宇宙 共分为十二时空 时空夹缝 外加一个魔界和灵界 十二时空又可分为 XYC这三个轴 其中X轴分为金 银 铿 铁四个时空 Y轴分为木 水 火 土四个时空 C轴分为风 光 雷 换 四个时空 同轴穿越时空 需要扣除异能指数 至少两万点 跨轴穿越时空 需要异能指数 至少扣除五万点 那么我该属于哪个时空呢 我应该是叫你旁白呢 还是叫你金比克 你不在十二时空之内 是从时空夹缝出来的天外之人 不过让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存在的 我每次拿出新的武器 你不是都在旁边介绍半天吗 其实每次你武器介绍 我都能听得见 不愧是从时空夹缝 诞生出来的天命人 别说听到的 一般人都感知不到我的存在 你说的天命人是什么意思 十年前终极铁克人的母亲 也就是下蓝型德雄 被四大魔君误打误撞地 送进了时空夹缝 其中一些能量 跑到了那十年仅八岁的女人身上 到十年后 那股力量形成的系统 助你穿越到了终极世界 原来我穿越到终极系列 还和下蓝型德雄有联系 不过你的徒弟红七公 不是说我是拯救十二时空的人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穿越过来 就被他们抓去当了盟主 你听说过金笔点龙吗 那不是你写的剧本 不对 那不是你写的预言书吗 我能预言所有人 唯独你不能 因为你所处的时空夹缝 是高于魔界和灵界 甚至是高于十二时空的 实话跟你说吧 在我的预言里 十二时空最终都会被灵界所投掷 不是魔界吗 你是不是弄错了 你以为十年前灵界那帮人 为什么会派出火焰使者 来追杀下蓝型德雄 那是因为时空夹缝 也就是你所处的世界 属于至高世界 灵界无法掌控 所以派出火焰使者 前来毁灭铁时空 关键时刻 终极铁克人诞生 对啊 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所有的功法 在我所处的那个世界里面 不过就是一首歌 居然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力 你们寻找的那件兵器 当年是下蓝型德雄 在时空夹缝中获得的 他为了保护铁时空 用那件兵器 洗去了他在时空夹缝所有的记忆 火焰使者 这才善罢甘休 所以我才说 你是这十二时空唯一的救世主 这可是连灵界那些人 都要消除的存在 前辈为什么你这么强 不和我们一起保卫金时空呢 其实不光是我 还有银时空的佐子 铁时空的神行者 只要我们一出手 灵界的人当场就会感应到 所以我才留下金笔点龙 暗中为你们提供帮助 要不然就像铁时空的神行者 就是因为出手太多次 被灵界的人注意到 好了 你该回去了 外面还在战斗 一直留在这里不好 等一下前辈 我还有很多问题 居然能找到我这个空间来 这天命人真是有意思 要知道 我这里可是旁白空间 真是太热闹了 不枉我千里迢迢 从光时空来到了金时空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了 红七宫 我可是从C轴辛辛苦苦找到这里 下面其实埃博尔特 当年我在光时空的时候 就应该将你彻底灭杀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看来你们田盟主 在金时空还有后代呀 这具身体不错 有很大的潜力 不愧是他的孩子 只可惜他现在失踪了 埃博尔特别忘了 要不是当年盟主让我对你手下留情 你根本活不到现在 你如今复身在他孩子的身上 不觉得有些无耻了吗 别那么多废话 这具身体的潜力那么好 我才不会离开 来吧 和我打一场 这次我可不一定会输 当初你不过只有十万的战力指数 现在就算跨州穿越 你还有二十五万 为了战胜你 这几年间我可是摧毁了无数星球 降龙十八掌第十一授 伤龙学生 我本不想再次使用降龙十八掌 但今天为了田盟主的后代 我破例一次 快和我打 如果这次你还能赢 我就把身体还回来 多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弱 这具身体真是不错 刚刚战斗的那一瞬间 我的战力指数居然飙升到了三十万 不愧是他的后代 不管你是哪个时空的人 快把田兴老师给我还回来 你这小子的体质也挺不错的 五万的战力指数居然瞬间飙升到了十万 那如果再加上我们呢 这么多人围攻我 真是没意思 跨轴时空传送门 穿过此门的异能行者 需要支付战力指数五万点 才能成功启动 可跨轴穿越十二时空 这具身体不错 如果想要回身体的话 就来光时空找我 期待你们的到来 可恶 别想逃 别担心 田兴暂时不会有危险 当务之急 是先解决 像昆仑 他可比埃博尔特危险多了 难道就放任田兴老师不管吗 那你就努力的修炼战力指数 光这个跨轴时空门穿越过去 你就剩几千的战力指数 能干什么 在他所属的光时空 他战力指数只会比现在更强 更何况现在真正的强敌 是向昆仑 他可是来路千金时空的 你不再需要我 你无常 踏破地动 煎药 你不扫描 你更懂寂寞 前辈你怎么了 我的降龙十八掌 这套武功对身体的伤害极大 我这形态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剩下的就靠你们了 前辈 你和苏小仙好好休息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龙文敖 差点忘了 我的龙文敖放化成夏天的铁克虚影 不知道现在怎样 可恶 我堂堂明然磨心着分身 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小小的虚影 果然铁克人比时间的力量 我这局分身还是战走不了 真是有趣 汪大东 汪亚瑟 还有苏小仙 不仅打败了叶斯 居然连我派过去的分身也失败了 龙文敖这件兵器真是有趣 居然能图存终极铁克人的力量 不过龙文敖现在没有这个力量 带本座亲自降 下一次就是你们的死机 陶燕兵 你老了 而我早已入谋 你已不是我的对手 我早就说过 我们两个必有一个城王 很简然 你不是我的对手 大家先把战力指数残兵 你们没有守护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刘备 你的战力指数又增加了 听到苏小畅的 你站直站下半部分之后 无论有所谈论 我们大家把战力传进去 我们为谁而战 逃不了 难成过多的恶心循环 我们又为谁而夺 有多少情话 问这谁去 胡志 定会奉公当心 胡志 当心 谁 谁 逗 强行弹奏 这一战指站的下半部分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抱歉啊 火时空的前辈 我们只能帮你到这了 你们几位小辈 做的已经够多了 传送给我的三十万战力 已经足够了 陶燕兵 你老了 早已不是当年一期东发是好的你 你们所有高阶能行者 加起来的战力之数不过三十万 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好了 这金石通 我就收下了 落肉强食 圣者为王 但所到之处 竟是不公 那可不一定 可恶 这一首歌 连我目前的状态都不能驾驭 这反噬太强了吧 别忘 还有我们 大家 好 就请助我一臂之力 诸位 准备好了吗 那就开始演奏 他们想要的承受 我想不懂 他们嘴里的软弱 我听不到 大地在坠落 每个人都低着头 彼此浪漠的活着 正在推开 这不可能 相差十万的战力之数 怎么可能就瞬间离不少了 别人嘲笑 当上走自己神经 我才让你 寻 冲 黑色的宇宙 前辈 你怎么了 苏小让前辈安心走了 他已是风中残着的年龄 加上这场大战 他的身体早已扣制 风带走了时间 也带走了记忆中的脸 你说过的永远 变成心碎过后的碎片 微笑着的眼 曹前辈 怎么跑我身上来了 多谢了师姐 我欠你个人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抱歉了 汪大东小朋友 曹燕兵是无火时空的好友 而你是他在金时空的分身 只能借助我师姐的秘法 让他的灵魂体在你体内修复 等你战力指数突破五十万的时候 曹燕兵就会复活 作为报答 我会亲自指导你修炼 直到突破五十万战力指数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我们武林盟已经提前暴露了 以后十二时空的异能行者 都会知道我们金时空武林盟重新现世 没关系 以盟主的表现 我们不需要担心太多的事情 虽说这场大战有别的时空帮助 但是我们也成功 打败了叶斯提 明言魔君 还有像昆仑 如果能让刀锋夫妇加入我们武林盟 一定能够让我们武林盟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那倒是 如果能请动刀锋夫妇 那武林盟绝对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怎么在武林盟 别担心 你们只是战力指数消耗的太多 晕过去了 王亚瑟和汪大东他们怎么样 他们在别的病房 你们行吗 亚瑟王这是怎么了 王亚瑟受伤太严重了 要不是石中剑最后时刻护住了他的心脉 他可能就真的死了 这件事你们别告诉五熊 我怕他接受不了 对了 修和曹操他们呢 大战结束之后他们就回去 可能是铁时空遇到什么危急的事 个言老师把我从盟学员叫过来 有什么危急的事吗 欧帕这是我金时空的一位朋友 麻烦你帮我医治一下他 虽然过程有点艰难 不过好在抢救回来了 让他好好休息 后期就会醒来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能够出手相助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 恐怕我们就凶多吉少了 身为盟学员的一员 既然遇见了这种事情 我们当然会出手 苏小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可以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恐怕我们就凶多吉少了 真是客气了 况且这是我们也没帮多大的忙 我叫你出来 不是讨论这件事的 我们准备回去了 你们要回幻时空了 难道是你们幻时空出问题了 幻时空一直都有问题 不过我们自己会解决的 就是不知道我们幻时空 这次能不能度过难关了 你们不需要寻找那件兵器了 从一开始你们来金时空不就是为了那件兵器吗 找不到我们只能回去了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你们金时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你应该知道 十二时空分为XYZ三个轴吧 打住这个事情我知道 田盟主他们曾经带人去过我们幻时空 当时帮助我们幻时空度过了魔族入侵的难关 为了表示感谢 我将这个东西给你 即兵器雷火力 战力值3000点 特性 雷霆 附加技能 雷系伤害增幅30% 雷电攻击增加10% 附带技能 雷霆斩 这是一把非常危险的兵器 它不仅具有强大的杀戮之力 还拥有着可怕的雷电效果 同时它的破坏力也很强大 最适合群体作战 这个东西你从哪来的 那位田盟主带着武林盟的高机异能行者 征战十二时空 对抗魔戒的时候 圣火令散落在了很多地方 这是我在木时空执行盟学员任务时候 无意间发现的 你真的要给我 这本来就是你们武林盟的东西 怎么 嫌弃我送的礼物不够好 当然不是 这件东西毕竟是你找到的 以后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一不容辞 这可是你说的 现在既然大家都没事 那我们就去你家救你阿爸 太棒了 走 我带你去我家 等等 我也要去 他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日子脑海里老是缓过一些 关于汪大东的记忆 每次想起这些不同的记忆 雷霆就感觉自己似乎失去了什么 这些不同记忆的出现 仿佛就是为了告诉自己失去了什么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雷霆对于汪大东的事情越发关心起来 苏小是去救我阿爸 你去能做什么 我把救你阿爸的功法 已经传功给了雷霆 我就过去旁边看看热闹 苏小这功法 居然可以传功 那我也可以选 这样就起人来更方便 你误会了 这本左手右手的功法 后面我经过研究 要是女孩子来唱的话 威力会更大 在我所认识的人中 雷霆的战力指数已经超过一万了 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刚刚是我说话声音有点大 你是中级一般的老大 看见同学有困难 你总不可能袖手旁观吧 还请围厅同学帮帮我 不是吧 这种聊妹的方法比我的还烂 这也行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当遇到挫折的时候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右手代表着希望 它不会为挫折发愁 当左手拍下右手 我们的部分就有险色 我乃是明眼魔君大人手下的梦眼魔王 想要救火刀锋 那你们得先破开我下的 富灵咒 前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刀锋前辈身上的负能量明明都已经消除了 但这自称梦眼魔王的人下了什么富灵咒 我怎么感觉刀锋前辈身上的气息都不一样 我老爸怎么变样了 而且他身上有好强大的战力指数波动 我老爸身上的战力指数正在快速流失 这应该是魔君留下的后手 可能是刀锋入魔的时候就已经被下了咒 前辈 趁现在那什么梦眼魔王没有走远 我去把他抓来 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解开刀锋身上的负灵咒 要是他身上的战力指数全部流失殆尽 那就回天乏术神仙难治 王大东 我现在要送你进入到刀锋的意识深处 对战巅峰时期的刀锋要把它成功唤醒 就只能靠你一个人独自完成 记住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准备好了吗 汪大东 这是风铃贴 可助你一地之力 遇到危险时 把这风铃贴贴在你的胸口处 便可获得你体内曹燕兵的帮助 谢了 苏小 有了这份抵抬 我有信心把我阿爸的意识给带回来 放心去吧 我们在外面辅助你 前辈 你这是什么武器 这么强 当初你和埃博尔特大战的时候 它那么强大的一能指数 你靠这把武器 它都伤不了你分毫 这是我师父金笔课 传给我的龙渊笔 我这形态坚持不了多久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不能让这笔上的光芒消失 否则汪大东它就危险了 孟远叔叔 我教给你的事办的怎么样了 小姐真是料事如神 幸好当初在刀锋入魔的时候 在她体内留下这个后手 我本来以为 叶赫拿拉斯提 应该能够给终极一般一个惨痛的教训 没想到到头来被苏小破坏了 小姐 你也不必太过生气 你父亲明眼魔君 从火石空起来的像昆仑都失败了 这就说明终极一般 没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 呃 那个姓苏的臭小子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身上居然有那么多神奇的功法 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输 他短短时间将战力指数一八二千点修量到四万点 这成章属性简直惊人 还有他身上的一些神奇的功法 魔君大人就从怀疑他来自灵界 或者他来自时空夹锋 这不可能 灵界那一群人一个个的可是自称神的伪君子 他们不可能派人来干涉善乐两道的平衡 时空夹锋 更不可能 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高世界 可传闻十年前 也时空的夏兰行格雄 对你父亲联合其他几大魔君 误打误撞地送去了时空夹锋当中 那也只是传闻罢了 这件事我问过父亲 和其他几位魔君叔叔 他们都没记得有这回事 你似乎对苏小彤感兴趣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记得 就是这家伙关键时刻 帮助了苏小娜的臭小子 还敢来我这里 这家伙在关键的时候匆匆做客 导致叶赫娜拉斯体失败 这简直最无可输 幸亏当初我们小姐在刀锋身上留了个后手 这里是金石空 没有本大爷不敢去的地方 梦魇叔叔 你将我的计划打乱 这笔账怎么算 其实我们两个可以合作 你完全没必要找那个叶赫娜拉斯体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次的麻烦 当然条件就是 你得帮我弄几颗魔能 崔龙 我听说过你 你这家伙行事作风过于张狂 我奉劝你一句 凡事续三思而后写 免得死在别人手中 我的行事作风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本大爷怎么做事 还不需要你指指点点 要是放在十年前 我一只手就能将你密杀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谁在那里藏头露尾的 还不给我出来 王大东小朋友好久不见 这是哪里 这是我的寄灵空间 要不是刚刚我及时把你拉进来 你早就隔屁了 那快让我出去 外面不是正在战斗吗 我得抓紧时间 惯醒我老爸 得了吧 就你那五万的战力指数 我放你出去了 你又能干什么 再者说了 你现在不是正在战斗吗 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被你困在这个空间里了吗 不对 准确的来说 是我和你 我现在只是你体内的一道灵魂 还没有这么大的能不能 因为进来的时候 苏小给了我们封灵帖的原因 导致我们两人合体了 所以你才能进来我的寄灵空间 太复杂了 我听不懂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们都在这里 外面是谁在战斗 许楚 喂 你们别再聊了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外面弹奏功法 帮助刀锋清醒 现在你们得先拖住刀锋 梅婷 可以用一下你的钢琴吗 梅婷 可以用一下你的钢琴吗 我想我爸妈了 还有盟主 还有我的儿子 你不再帮助刀锋 你不再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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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走 踏破地动间 要不够扫描 时间比较紧 时间比较紧 我们抓紧合体 合体什么 谁要和你合体 我才没有那种奇怪的品好 我现在只是你体内的一道灵笔 不合体的话 你压根出不去 前辈 你这是要干嘛 你是认真的 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 难道 你不想救你阿爸吗 该干活了 早点结束 早点输工 也没张了 出来吧 你是何人 为何没有十变眼罗 居然能召唤我呢 他身上有丞相的气息 难道你也是曹家后人 居然能同时召唤我们两个 难道你也和曹燕斌一样 拥有五神曲 不对 这小子更强 想当年曹燕斌召唤我们 可是要获得我们的认可 但这小子居然用一句话 我们就出现在了这里 居然没用十变眼罗 就能把我们强行召唤 你到底是谁 我是曹燕斌 也是王达东 或者也不是他们其中任何一个 我就是我 我既然能把你们强行召唤出来 那就证明 我也有仇王的资格 怎么 难道你们不想沉浮于我 你这小子不错 我认可你了 这份气魄居然比当初的曹燕斌还强 不愧也是城乡后人 果然有枭雄气魄 诸位 请随我大单一场吧 苏小我们这边已经成功控制住了刀夫 赶快探奏吧 奇怪 为什么老夫的诈力指数越来越硬 时间复得越久 就对他越不利 师兄 你真的要对出江湖吗 打动他长大了 我不想让他再经历我们这一辈永无休止和魔戒的战斗 想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 你自己倒是自由了 把守卫金时空的压力全部集中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你忘记师父云游史给我们说了什么 叫我们两个一起保卫金时空 这些你都忘了吗 如果你当初同意帮我的话 我们师兄弟二人联手 金时空怎么可能是十二时空殿底的存在 师弟对不起 当初我找到身受重伤的红七公 从他口中知道你遇难的消息 可我赶过去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失踪了 师兄你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从来没有怪罪过你 这一切只是你的心魔在作祟 师弟 我们还会再见呢 师兄出去吧 我从未怪罪过呢 去别的时空征讨魔祖 那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从未后悔过 我们还有机会 再见吧 下一集 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 已经是入魔了这么久 不是那么容易行 估计要有一两天 一两天时间能好吗 大东啊不用担心了 你爸身上的魔器都已经散到了 谢谢你苏醒 要不是你关键时刻给了我风铃天 还有弹奏出唤醒我老爸的功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老爸什么时候能好 不过你也该告诉我你真实身份吧 为什么每次你身边都能出现这么多高手 长老他口中的高手是在说我们吗 我本来也没想瞒着你们 现在也是时候了 我的真实身份是金时空武林盟的盟主 这是我们武林盟资格最老的长老 名字叫红七公 红老前辈 当初可是跟随着前任盟主 也就是田红光的父亲 田盟主争讨过其他时空 也是那场大战中唯一成功活着回来的人 红前辈是吧 我记得在对战向昆仑那场大战中 在战场上你可是亲自答应过 要帮助我修炼了 我想学你的降龙十八掌 你的那第十一掌是双龙取水的形态 看着就很强 要是学到你的第十八掌 那直接无敌了 你说的是这个形态吗 你这小子眼光倒是不错 这本降龙十八掌 可是我师父金笔克传给我的 这个是武林盟白衣护法团的团长 也是武林盟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是花玲珑同学的爷爷 也是花家的实际掌权 对了 苏小 这风铃贴就还给你 红七公好久不见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变成幽灵了 这风铃贴你就留着吧 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能召唤曹老前辈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我和这小子合体之后 居然一口气就能召唤出三尊守护灵 实力简直深不可测 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强 那是当然 我可是史上最强高中生汪大东 老祖 王亚瑟醒了 哪里来的幽灵啊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不错 就是没想到最后你们真的消灭了像昆仑那个家伙 其实你晕过去没多久 我们也晕过去吧 对了 刚刚修来信说小雨他们也醒了 等他们完成铁时空的任务 我们就能再次聚在一起 还有苏小他现在是金时空的盟主 为什么苏小你会成为金时空的盟主 也没什么 是花家的白衣护法团找到了我 都是缘分吧 真是想不到 我们金时空的武林盟并没有完全锦散 如果你们愿意 你们随时可以加入属于我们金时空的武林盟 加入武林盟 我还是先回去陪陪我阿爸 毕竟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放心不下 我需要考虑一下 最好跟武雄商量一下 那好吧 等你们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 不管你们加不加入 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你们一大早的站在这里干嘛 难道不用去教室里上课 我们中级一班的人商量过了 想要加入武林盟一起保卫金时空 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决定 苏小并不惊讶于雷霆他们加入武林盟 毕竟这群人说到底还是年轻气盛的学生 血腥难改 不过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你们现在连破万点的战力指数都没有 就算加入武林盟 你们能做什么 以前只有八大高校的时候 中级一班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但是随着最近时间出现的各种事情 他们终于感觉到了危机 尤其是蔡云涵为中级一班所有人提供了关于十二时空 以及铁时空铁克禁卫军的资料后 中级一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金时空现在的危险性 也认清楚他们金时空与其他时空的差距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些 他们只是一群18岁的高中生 魔戒的存在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就像这次魔军来袭 我们根本什么忙都帮不上 你的拔魔斩不是被向昆仑一击就破了吗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变强 否则一旦魔戒攻打过来 死亡率将会非常大 你们怎么都在外面站着 难道今天不用上口 你们要是觉得有信心 就等你们所有人加起来 什么时候能碰到汪大东一角 你们就有资格加入武林王 等等苏小 你们是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下一集我已经放在置顶视频下面的左下角了 可以提前观看两集